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查理大乔 感受布拉格的历史与浪漫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第一章 古城魅影 漫步布拉格的石板街道 第一章 古城魅影 漫步布拉格的石板街道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踏上一段时光之旅 走进那座被誉为白塔之城的布拉格 这座城市不仅拥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 还充满了神秘与浪漫的气息 让我们一起漫步在布拉格的石板街道上 感受这座古城的魅力 布拉格的石板街道 彭扶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书 每一块石板都记载着一段故事 你们知道吗 这些石板可是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霜与雪 见证了无数的历史事件 据说当年查理斯时下令铺设这些石板时 还特意选用了来自波西米亚的坚硬食材 这才让他们能够历经岁月的洗礼 依然坚固如初 在这些石板街道上漫步 你会发现布拉格的建筑风格多样 从哥特市巴沃克市到新艺术风格 应有尽有 每一座建筑都是一件艺术品 让人目不暇见 特别是那座著名的查理大桥 横跨福尔塔瓦河 连接着旧城区和小城区 这座桥上 助力着30座生人雕像 每一座都有其独特的故事 说到查理大桥 不得不提到那位神秘的桥下幽灵 据说 每当夜幕降临 这位幽灵便会出现在桥下 守护着这座古老的桥梁 当地人相信 这位幽灵 其实是当年建造查理大桥的工匠之一 他在桥梁完工后 不幸坠和身亡 灵魂便留在了这里 当然 这只是个传说 但也为这座古城 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布拉格的石板街道上 还有许多有趣的小店和咖啡馆 你可以在这里品尝到地道的捷克美食 比如烤猪锡 捷克啤酒 和甜点特尔德尼克 这些美食不仅美味 还能让你更深入地了解 捷克的饮食文化 最后 我们来聊聊布拉格的音乐 这座城市 可是音乐爱好者的天堂 从古典音乐到现代音乐 应有尽有 你可以在老城广场 听到街头艺人的演奏 也可以在布拉格国家剧院 欣赏到世界级的歌剧和交响乐 特别是那位伟大的作曲家 德沃夏克 他的音乐作品 至今仍然神受人们喜爱 总之 布拉格的石板街道上 处处充满了惊喜和故事 希望大家有机会 亲自来到这里 感受这座古城的魅力 记住 历史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文字 更是那些 经历过岁月洗礼的石板街道和建筑 它们无声地诉说着过去的故事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大家可以自由提问 或者分享 你们对布拉格的印象 希望这次的时光之旅 能让你们对这座古城 有更深的了解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第二章 城堡之巅 登上布拉格城堡 俯瞰全城 第二章 城堡之巅 登上布拉格城堡 俯瞰全城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一起攀登布拉格城堡 这座位于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宏伟建筑 不仅是捷克历史的见证者 更是俯瞰整个布拉格市区的最佳观景点 准备好你的登山鞋和相机 让我们开始这段充满历史和美景的旅程吧 首先 让我们从布拉格城堡的历史说起 这座城堡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公元九世纪 当时的波西米亚公爵们 在此建立了最初的防御攻势 随着时间的推移 城堡经历了多次扩建和改造 成为了今天我们所现的庞大建筑群 这里曾经是波西米亚国王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以及捷克总统的居所 可以说 布拉格城堡 见证了捷克历史的风风雨雨 当我们登上城堡的最高点 胜为特大教堂的塔楼时 眼前的景象会让你感到不虚此行 从这里俯瞰整个布拉格市区 你会看到红瓦屋顶 蜿蜒的福尔塔瓦河 以及远处的查理大桥 这一切彷彿一幅美丽的画卷 让人不禁感叹布拉格的美丽 与历史的厚重 说到胜为特大教堂 这座哥特式建筑 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教堂的建造历史近六个世纪 从1344年开始 直到1929年才最终完工 这期间经历了无数的战争 瘟疫和政治变迁 但每一代人都坚持不懈地 完成了这座伟大的建筑 教堂内部的彩色玻璃窗 和精美的雕刻 无不展示着中世纪工匠们的高超记忆 在城堡内部 你还可以参观黄金像 这是一条狭窄的小像 两旁是色彩斑斓的小房子 据说这里曾经是炼金术士们的居所 他们再次进行神秘的实验 试图将普通金属变成黄金 当然这些故事多半是传说 但黄金像的确充满了神秘和浪漫的气息 最后我们来聊聊布拉格城堡的幽默一面 据说在城堡的某个角落 有一个名叫醉汉之井的地方 传说中这口井里的水能让人喝醉 当地人常常开玩笑说 如果你在城堡里迷路了 不妨去醉汉之井喝一口水 或许你会找到回家的路 当然这只是个玩笑 但也反映了布拉格人幽默乐观的生活态度 总结来说 布拉格城堡不仅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建筑 更是一个充满故事和传奇的地方 登上城堡之巅 俯瞰整个布拉格市区 你会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美丽与魅力 希望今天的旅程 能让你对布拉格城堡有更深入的了解 也期待你有机会亲自来到这里 感受这座城堡的独特魅力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第三章 查理大桥感受布拉格的历史与浪漫 第三章 查理大桥感受布拉格的历史与浪漫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穿越时空 来到布拉格这座充满魔力的城市 聚焦于其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 查理大桥 这座桥不仅是布拉格的心脏 更是历史与浪漫的交汇点 让我们一起来探究这座桥的奥秘 并分享一些有趣的故事 首先 让我们回到14世纪 当时的波西米亚国王查理斯市 决定建造一座新的桥梁 以取代被洪水摧毁的朱蒂斯桥 这座新桥于1357年7月9日5点31分点击 这个时间点可不是随便选的 据说查理四世是一位虔诚的占星术信徒 他选择这个时间 是因为他形成了一个对称的数字序列 135797531 这样的数字排列 被认为能够带来好运和稳定 真是个有趣的数字迷信 不是吗 查理大桥全长516米 宽10米 有16个拱桥之长 桥上原本只有一座雕像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现在已经有30座巴洛克风格的雕像和雕像群 这些雕像大多数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添加的 每一座雕像都有自己的故事和象征意义 让人不禁感叹这座桥的文化厚度 其中最著名的雕像之一是圣约翰 内波木克的雕像 据说 这位圣人因为拒绝向国王泄露王后的忏悔内容 而被扔进福尔塔瓦河 传说 如果你触摸雕像基座上的铜牌 会带来好运和幸福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那块铜牌总是被摸得闪闪发亮 除了历史 查理大桥还是浪漫的代名词 无论是清晨的宝物中 还是黄昏的夕阳下 这座桥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 许多情侣选择在这里拍摄婚纱照 甚至有些人会在桥上求婚 想象一下 在这座见证了数百年历史的桥上 向心爱的人许下终生的承诺 这该是多么浪漫的一刻呀 当然 查理大桥也有他的幽默一面 据说在中世纪时期 桥上的雕像 曾经被用来吓唬那些不守规矩的市民 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是 当地的居民曾经在桥上举行过一场桥上斗牛 这可不是斗牛市和公牛的对决 而是两队人马在桥上进行一场激烈的拔河比赛 这些活动无意为这座古老的桥 增添了不少生气和趣味 总结来说 查理大桥不仅是一座连接布拉格旧城和小城的桥梁 更是一座连接过去与现在 历史与浪漫的桥梁 每一块石头 每一座雕像都在诉说着它的故事 希望大家有机会亲自走上这座桥 感受它的魅力 并在这里留下属于自己的美好回忆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记得下次来布拉格时 一定要去查理大桥走一走 说不定你也会遇到一些有趣的故事呢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在布拉格的石板街道上漫步 攀登布拉格城堡的巅峰 最后走在那座充满历史与浪漫气息的查理大桥上 度过了一段充满崎岖的时光之旅 希望你们通过这一堂课 能感受到布拉格这座古城的独特魅力 以及它所蕴含的丰富历史和文化 漫步在布拉格的石板街道上 我们见识了那承载了数百年故事的石板 欣赏了多样化的建筑风格 听到了关于查理大桥的幽灵传说 还品尝了地道的捷克美食 这些都是布拉格独特风情的一部分 登上布拉格城堡 我们俯瞰了整座城市 欣赏了圣维特大教堂的壮丽 走过神秘的黄金沙像 甚至了解了《最汉之景》这样的趣闻 城堡不仅是历史的见证 更是一个充满故事与传奇的地方 而在查理大桥上 我们感受到了那份跨越几个世纪的浪漫 和历史的厚重 从查理四世的趣味数字迷信 到圣约翰 内波木克的传奇故事 再到桥上的浪漫求婚和趣味活动 每一个细节都让查理大桥 变得更加生动有趣 总之 布拉格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 每一条街道 每一座建筑 每一座桥梁 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它的过去与现在 希望你们有机会亲自到访 体验这里的美好与神秘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陪伴和聆听 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 或是对布拉格也有着自己的印象和故事 欢迎留下评论与我们分享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期待大家的讨论和提问 我是六博士 期待下次再和大家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世界角落 再见啦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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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